好,謝謝 戀愛大小,說甚麼都可以 還有我,知道我們是甚麼事 三位,你們現在幸福滿面 有另一半 回想你當初 你們的樣子仍然有豬扒時 沒有人混合 身邊的朋友每個人拍拖 只有你沒有拍拖 有試過嗎 你很瘋狂 我從小到大都這麼漂亮 也有這麼多人追 你怎麼回事 我不是吧 但他有試過 報告說服你 我和你一間校園打死你 不,我沒有打人 因為你最漂亮的那位 我很憎恨他 因為我那時候讀書時 我的朋友五年級 就開始有男朋友 她們小時候好像有很多人喜歡 很多人圍著她 還可以跟相愛的人在一起 但我自己也有暗戀人 但也沒甚麼機會拍拖 到大很多才能拍拖 對,我中學也沒有拍拖 我只是中四才拍拖 但我的朋友一中二就開始 有追求者拍拖很開心 為甚麼我沒有 你不是應該有很多人追求嗎 可能我要求高 我喜歡英俊 不是,她那時候還沒發育 那個性格比不高 不… 也不是我喜歡那些人 而且中學的男生追求 他們的方法不是現在成年人 可能是中學雞 他們會欺負你,撕你 當時你沒有拖牌 沒有羨慕的同學拍拖 很羨慕… 他們每天有人接上課、放課 每天自己一個地鐵 人每天都撕人,你也不讓人撕 我覺得他們不懂追求女生 不懂追求女生 對 但其實很正常,中學不懂追求女生 我不喜歡小學雞 我喜歡大雞 不是… 大雞是其他東西 今天我們的嘉賓 他好像很擅長教人追求女生 他教一些A0 A0是甚麼 即是未拍拖,有充滿 跟小毒男人怎樣拍拖、追求女生 不收錢的 不收錢,我懷疑他是想… 試班,即是教人 對… 用在我身上 我懷疑他是想這樣 不知道他是否聘請他出來 我們訪問他 究竟他教人是否為了那個人 去追求他 KK,26歲,文元,目前單身 你好,KK 你好 你會教一些A0怎樣成為A1 對嗎 教一些技巧給他 會跟他們外出時調教他們 跟他們外出時調教他們 你們也試過跟A0拍拖 試過… 很生氣,只有憤怒 我不明白為何他… 為甚麼都不認識 對 甚麼都不認識 又不會哄你 失禮 而KK,你又為何會… 你不像他們那麼大方 是否那麼大愛 為何會教一些A0出門 每個人都試過A0 也試過跟男生出門外出 可能他跟我出門幾次 已經沒有給我機會 我突然消失了 然後又失去夏文 可能我也會有點同情 他很開心 看到他很努力的時候 我就會很想… 但又用錯力 可能很努力想認識女生 但又用錯力 就很想去教他 你會否每個人都教 當你一開始跟他聊天時 覺得有好感 就會覺得外出會教他們 用心地教他們 竟然…我有好感,我不教他 待會要追求其他女生 他不用那套,你不教他 他又不能追求你 你將你喜歡的事跟他說 你追求女生要送外馬事給女生 其實是你自己想要的 你怎知道那個人是否真的喜歡你 是A0,所以會特別認真 即是聽話的小朋友 A0,因為甚麼都不懂 一定很認真地對待一個女生 很認真地對待我的時候 就想嘗試有否經驗 也不會說一開始就下閘 那也是 即是他教A0追求他,是嗎 教A0追求女生,最好是追求她 追求她吧 究竟你的樣子是怎樣的 為何A0會這麼信任你 我們可以開你的閘來看嗎 好 來,開閘 有附老師相嗎 有… 有嗎 他真的很有老師相 好像… 人家純服於他手上 他很富婆婆心地教他 好像有老師的樣子 他的眼神很堅定,又有點溫柔 對… 現在香港A0的平均年齡指數是多少 跟你聊天,A0的男生 跟我差不多 你幾歲? 二十多歲?二十六歲 二十六歲也有A0,應該那個人很毒 對 所以我們認識不到這些人 因為太毒了 怎樣認識到A0?有甚麼渠道 可能是社群網站、FocusStory 開始聊你、說話 他聊你、說話? 對 可能很多人都很兇地對他 就會覺得… 他應該要檢討一下 如果很多人都很兇地對他 他… 所以他就要教他吧… 他自己也會知道 也有少要問我是否很震撼 他很震撼 我覺得問這件事… 他很震撼 她也很震撼 應該不會問出口吧 糟了 會打很大件事 沒錯 這樣不行… 打很大件事 你進學功坐下手 只有一種表情 釣那個女生人 看看他會否回覆你 我也說 經驗之談 例如我去吃某些東西 可能他會回覆 說這間東西好吃嗎 不如介紹一下 然後可能會發送一堆 他自己想吃的東西 可能想跟我去吃 我心想關我甚麼事 你還要發這麼多東西 但我可以的 我可以有很多分享慾 我不可以的 他們有很多感受 因為平時沒有男女朋友聽他說話 不斷說 對著朋友也不敢說 然後他會對著喜歡的人 展現我多喜歡 很尷尬,我想到 所以有時可能他們會說 有遇過一些人很兇的對待他 可能他回覆完就會說… 對上身有關 他會說關你甚麼事 我直接回覆 我是選擇無事 或者簡單回覆,哈哈 但我想問A0的特徵 其實是否出來後 你會完全感受到 可以說一些特質 純粹吃西餐而已 但對面坐下來 他對望時就會很緊張 他對望多數是A0的師叔眼神 一看不夠膽 就立即避開眼神看其他東西 可能如果食物等很久 他就沒甚麼可以做 緊張就很想不停喝水 看得出來很不自在 我看得出來 即是你眼看我的眼睛 然後避開眼神 對 然後拿點飲品搓一下 然後弄牙籤 那怎麼辦 你怎樣化解這個尷尬 你身為一個A0的老師 有馬上教他嗎 也會跟他說 下次如果出來 還能選擇坐在旁邊 例如酒吧桌 溝通一定要坐在酒吧 我們去餐廳 因為你可以借意 就越錯越買… 叫起來 而且不用有這麼尷尬的眼神對望 當然A0也不會想的話題 不知道誰先開口 就要先離開口 就變得好像面試 對,有些人不懂追求女生 會先問別人的底細 你幾歲,家裡有甚麼兄弟姐妹 住哪裡有興趣 很尷尬,不會慢慢借意問 完結後也會跟她聊天 可能她訊息的時候 說話跟正常沒有分別 可能如果聊電話就讓她習慣 即是培訓她的口才 不知道我會這樣說 但因為她面對面會很緊張 可能如果說電話 起碼會少了一點緊張 即是循序漸進 首先用語言 下次再過幾次,練好了 才真的約你出來 再來眼神接觸,聊天 可以說得比較熟悉 我想問你約這個人跟她出來 其實你喜歡她嗎?有感覺嗎 一開始其實還沒有甚麼感覺 但我覺得我遇過的 可能需要多一點時間 出現多了時也會慢慢喜歡 那你怎樣 在這個時刻你應該回答我的手 那我就會回答你的肩膀 她們不會碰人,很害怕碰人 她也會做類似的事 但因為聽過她的朋友 類似是甚麼 教她跟女生出門 就要跟她有身體接觸 對,一定要有身體接觸 讓對方… 讓對方訊號 對方不抗拒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點機器 我這個也認同 但她可能做多了就是… 她想扶我 可能走一些海邊、石路 想扶我的時候 扶完我後 她就會當面對著我跟我說 忘記對視 甚麼 很老套、尷尬… 現在聽到也尷尬 不知道說甚麼 那你那一刻是否呆了 對 你回答她,我們現在對著 然後這樣看著她 你先拍攝吧,芝士 現在對著? 不是,她有步驟 她覺得走路扶摸 然後就撐著… 接著接著 接著接著接著 我不知道說甚麼 然後自己亂了 還留下對視 但她由心而發 回到家後,我馬上回想 很噁心 所以我覺得她很大礙 我會儘量不想氣氛這麼尷尬 已經尷尬了 當作結束後,事後會跟她說 不需要再…不需要依賴那些朋友 如果你不做這件事 你正常就這樣扶我這件事 其實也可以心動 女王,你很專制 你只可以聽你說 不可以聽其他朋友教 但其實一個男生 讓她這樣調教完 她又覺得女生這麼好教她 其實男生也會慢慢喜歡她 很聽話 而且用對方式,一定是對方式 因為你親自教她 對 還是你喜歡那一套 對,意思是女王 你只告訴她是對或不對 以及怎樣做 而且她只相信她一個人 這樣便可以調教到一個很對的 最完美的,最適合自己 可以調教到她 對… 她本身會做很多事 太多了,太多了 可能看得太多劇集 例如她看電影 她會覺得要幫女生披肩 很生氣,但可能她做多了 就是會帶幾件衣服出來 神經病 幾件? 但我覺得如果她帶一件 很甜蜜 不錯 帶幾件是甚麼意思 一定是自己抱著她 她覺得…我怕會冷死 我覺得只是看她怎樣表演 如果她帶了幾件衣服 她很帥氣地說 我怕你會帶幾件衣服 你自己選吧 自己選吧 我不知道她喜歡哪一款 你自己選吧 我會覺得很帥氣,很帥氣 馬到總數 對 她的說法是… 不停了,說這裡有幾件 這裡有幾件 我怕你一件不夠冷 你… 三件吧 這些是尷尬的 要怎樣表演 說真的錯了 你要拿三件,你會怎樣說 你冷了嗎?來吧,抱著 一定是這樣,說真的比較主動 你別教壞A0 女兒馬上離開 怎麼會?在看電影 你一起來後面就罵你了 我想說是不亂的 對… 那你有教她的細節位置嗎 除了說她做錯事之外 平時是帶很多東西外出 是否帶了獨立背囊 對 那你有帶溝女生寶嗎 甚麼生寶 垂子間… 震蛋 衣服 溝女生寶是甚麼 你這是溝女生寶 是 而且她平時是帶很多東西外出 是否帶了獨立背囊 對 那有帶溝女生寶嗎 甚麼生寶 震蛋 衣服 溝女生寶是甚麼 溝女生寶 溝女生寶應該是遮蔽紙巾 外套 外套… 遮蔽紙外套 有溝女生寶這件事 溝女生寶,對 但會多了,就是帶了雙倍分量 之後要溝女生寶 她可能有爸爸,搞不定 好像爸爸一樣 她太緊張、太有準備 她會帶一個背囊 再加一個相機袋 很濃郁 對,我也會跟她說 會令她變成我的攝影師 比一個… 我想問她為何要帶相機 她打算要替女生寶拍照嗎 因為覺得可能要替女生拍照會加 你打算你吧,國奕衣 不是…這個可以先拍拖後 你拍拖後跟我一起 你替我約會,你帶相機 她會哄她 我替你拍得好相機,會加分 但你戴背囊 牽著你,好像跟龍友去吃飯 她跟你約會就會戴相機袋 戴背囊 穿甚麼衣著 對方的衣著 都是褪褪多 褪褪即是怎樣 好像普通T恤、牛仔褲 但可能重點是她戴很多東西 整個人都會變得很狼狽 你會教她配襯衣服嗎 也會 我喜歡配襯衣服,好看的男生 甚麼都做了 她的形象指導 戀愛顧問 溝通 日常生活技 所有的衣服都做了 你替她配襯甚麼衣服 我本身喜歡Hip Hop風 或是公裝的 Hip Hop風,T恤很長 她的膝蓋是膝蓋的 對,可能是寬奶奶的褲 有些褲褲 但你下次這樣教她,會陰她 對,我們已經做了 如果我敷衣服的話… 我喜歡褲褲褲,我應該害她 我以前也試過有這個年代 我走著,要抬起雙腳 因為褲子會掉下來 你不抬起雙腳,要卡住她 因為褲子真的太褲褲 褲子真的太褲子 如果你這樣教她 你喜歡這種衣服 她沒有,她會特意去買 陪她走 她會說想改造自己 我會幫她配襯衣服 你有否看見她改造完後 你也對她有點懷疑 你也想著遲些跟她說 好,我就受理扣吧 其實她… 獎勵她 可能配襯完衣服後 她整個人都能騙人 看不出是A0 她遮了頭也不錯 對,因為A0也有高大領域 她的尾頭,厲害 但她的衣服是騙人 但她言談舉止,一說話就出事了 所以可能配襯完衣服 要跟她說要怎樣站 沒甚麼,別說 怎樣站… 怎樣站 重新教她出人 完全是這樣站的 我去上學習戀愛禮班 因為她很害羞的衣服 穿了很帥氣的衣服 也可能沒甚麼自信 寒貝,屎屎屎屎屎屎… 即是很硬的 對 但這些是筍盤,調教完之後 你有需要嗎 最後沒有 沒有要 你最長的一個是教了多久 幾個月左右 教了幾個月 其實幾個月也有動真感情 對,因為她也試過感動位置 很漂亮 因為她如果不刻意做一些誇張的事 就這樣說話 說話會挺成熟的 因為有一次在海邊聊天 她可能會很由心而反 說出真心的事 她會說 你一日未斷,我也不會消失 然後說 你是我第一個心動 然後想一起的女生 那一刻聽到多久 因為之前也可能遇過不好的人 要看顏色地說話 然後會把自己很卑微 但可能她會感覺到很認真 就會覺得跟她相處挺舒服 很穩妥 我可以做自己 地位可以放在一起 那你為何不用跟她一起 對,聽我跟A0拍拖 這個A0也不錯 對 遷就你,又對你真心 又不會消失 又穿你喜歡的衣服 對 因為她最後那部分 可能是表白的位置 我沒有理由教她 你不是說她有跟你表白嗎 就是剛才那句話嗎 但也不是說做女朋友 說會在一起的那種 但我很多人… 每一個都沒有承諾關係 她只是表達完她喜歡你 但她沒有在行動上 說想跟你在一起 其實她本身說這件事 也不是想表白的 純粹是想聊天 你不追問她,那是怎樣 對 那些人是老師 她是老師,那你應該再去尷尬她 我教了她很多東西 她應該最後比較主動 其實整件事會很好 她也有自己過不了的關 那個男生也有自己過不了的關 我會問她,你是否想跟我一起 如果她是A0,我會直接問她 那你就會變成很主動 她是A0,她也說成這樣 看我多喜歡 其實她說的心底話已經是表白 對於A0來說 她也不會主動 你只親她一口,親她的面子 就這樣,好像可以 我會有點貧困 她那一刻,我會這樣… 之後拍下去… 為何我教了你這麼久 你還是這麼笨 如果A0聽到你這麼說 可能更加害怕 糟了,我會激怒她 但我覺得即使笨也好 你真的喜歡一個人 笨的人也會去追求那個人 對 A0未拍過拖 怕自己懶惰,怕自己很噁心 如果她拒絕我,怎麼辦 所以我一直都不說 真的會這樣想 再試一百次 但你會失去這個女生 我怎知道會失去她 我不知道 我以為男生的A0 通常你喜歡一個人便會去 不想太多事 我也以為是 而且長過了才會想 那你A0有甚麼所謂 對,女生是這麼想的 原來男生會想 對,你會怎樣 她這麼多年 26歲都仍然是A0的時候 可能這麼多次都不敢表白 可能到下次出 覺得她會否表白或怎樣 但也沒有的時候 就會慢慢變成朋友 那你以後不見她嗎 慢慢笑 但最後也有說清楚 做回朋友 還有出了最後一次 是大家開心地玩的結束 她的士尼 主題的結束 但她的傳授,日到夜對 不會又有些心動 不如試試… 她也會在想她最後會否想表白 但就… 絕對也要等她表白 她臨走時 也會感覺到她有些事情想做 但最後純粹想拍張照 寫一個免費 留念 可能她在她心目中 會否是你們已經在拍拖 在主題樂園玩了一天 很開心,要拍張照 我們第一次約會 梅拉高 很可憐 你感覺到她一直都想說話 沒有說話以後 可否我們獨自拍一張 然後離開圓 可能她一直都覺得很害怕 可能怕會被人拒絕 但為何要拍照 她… 留念… 為何不直接主動表白 不是,她說不出口 又怕最後隨便找些東西說 就說一句 但我想問她說這句時 如果她轉為…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嗎 你會否接受 應該也會 對,你想想 其實你也很失望 所以你很生氣 你先下去閘 說你不要再找我了 總之我們現在維持這個關係 正式拍照、廢物 慢慢變成普通朋友 她知道你冷淡了 但其實她不知道是因為她沒有表… 沒有確立關係而弄成這樣 因為她是A0 對,對,對 你少了聯絡 你還會教她如何認識女生、追求女生 最後一次出門也有跟她說 以後要如何對女生 不要說教她 對我或對下一個也可以認對 那個男生其實到現在都沒有拍拖 還是你教她的招數 她不會用?下一個立即追求女生 不會用? 她之後有 那你有恭喜她嗎 沒有… 沒有… 她的帽子很生氣 但問題是你們會否很生氣 如果你是當時… 我會,很生氣 我教完那個兒子 我學會了一些東西 追求兩個女生,挺生氣的 因為我覺得始終我教完她 就算她不會表白也好 我總是推進她到100 看看最後有否機會在一起 然後再看看能否相處 如果真的不能相處 算了,當我教完吧,你下一個就要 我先享受了 成果是我教出來的 誰知道她那一步死也不會撞 對,雖然我不是在獎項中 但她跟我拍拖 她知道我懂得眉頭眼壓 而且聰明目目 至少你付出和收入成正比 對 只要花了那麼多心力時間 去處理你 你竟然沒有用我身上 我洩了 至少讓我知道 其實是否你不喜歡我 不夠喜歡我 我覺得沒甚麼擔心 因為你幫人調教的時候 其實別人也會幫你調教 可能你們現在的另一半貼貼伏伏 都是因為前一前度 對他們的調教有所功勞 對 你幫別人幫你 施比壽金有福 幸好上一手脫下手 他們接著 突然很大愛 大家都在教不同的人去… 而且經過幾首的老師教 對 不同的經手人 不同的調教方法 那些很嚴苛 很慘 扎大成成一身 其實你也試過認識這麼多A0 有給他們一些忠谷說話嗎 教他們要怎樣做人 怎樣去追求女生 最重要的一點是甚麼 確立關係 他覺得自己虧了 還有就是做少許刻意的事 不要太刻意 對,不用太誇張 反而自然更好 做回自己 做回自己 然後最重要是確立關係 對,最重要是 好,那你現在是單身 最近未有A0接觸你 沒有 這個節目出了應該很多 很多A0 我很想被人教 看教 懂得確立關係 但不懂得前面的步驟 對,調教我吧 好,那你今天又帶了甚麼來 既然跟這些獨男 都沒甚麼回憶 逃兵… 菲林底片 為甚麼 他是攝影師 會帶著相機替你拍照 有他的樣子嗎 沒有 這全都是你 他真的做成員 他沒有拍到的樣子 只是拍他想認識那個女生 所以覺得他找到正確的人 希望我也… 祝福他 找到我正確的人 然後填滿菲林後 最慘的是這些照片 沒有那個男生的樣子 對 你交來看看 他放下自己 看看他放下自己 看看他是否假A0 有些是在主題公園拍攝 對…那些是 他的感情一條飛鳥就已經玩了 他不是玩了那麼久 他最後才拍攝了一張照片 A0,不懂得太多 隨便吧 而各位家庭觀眾 如果有何愛情疑難的話 歡迎在62001906 或以下的網址報名 我們有專人回覆你 請你上來分享你的愛情故事 下集見,再見…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